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内地猛料 内地方面有什么猛料呢? 第一单 这个世界真是这样也有 什么事呢? 为了电视机遥控 连老爸、老母都要杀了 不是吧? 电视机遥控而已 不看就看电话 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呢? 稍后和大家研究 另外,之前说 总在内地的医院 有狡猾、有警棍 帮你洗根 哇,都很夸张 更夸张的东西都还有 在内地的私人影院 有狡猾的东西 因为现在有陪体员 陪体员? 当然有些特别服务 稍后和大家看看 另外也说 重庆有个男人匆匆 阿梁差点死 为什么呢? 因为有股胆 他股胆? 不是呀 稍后告诉你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听到真是 哎呀 咬声啦 好了 首先和大家均计一下 在深圳的大梅沙 大小梅沙现在很多港人不上消费 但是日前 有人在大梅沙海滨棧道的警区 对出的海面 竟然发现了一具浮尸 警方接报到场处理 警区被封锁了 好了 深圳海警证实了这事件是属实的 但是具体情况 不方便透露的 有拍到影片的人士估计 这一句浮尸应该是男性 是这样的 是漂流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要有待他们调查一下 另外 和大家看看这一宗 这一宗也是古怪事件 在台湾的 这件事件被誉为台版柬埔寨案 这件事件是关乎在台湾的诈骗集团 以求职者名义引一些求职者上门 导致有61个人被困在这个社区的住宅里面 期间被暴力嘔打 有三个不堪弱打至死 被诈骗集团成员 运到山区棄司 所以台湾的诈骗集团也不少 当然 台湾警方指出 有两个嫌疑犯 为首 一群诈骗集团成员 用求职做利 囚禁 欺凌61个求职者 一审初步认定不发集团 获利超过4亿 更加有传 其中两个 主严而反 被重判 无期徒刑 到了这件事件 涉及二审的时候 法官竟然 堕楼身亡 很奇怪 为什么呢 这件事件会不会是因为 被受压力 还是怎么样呢 很奇怪 这件事件因为本身的一审 判了这群人 死刑之类 近期二审 准备开始了 但是这位堕楼姓李的法官 曾经扮理不少的大型案件 古怪了 而这位姓李的法官 日前向他太太透露 扮案压力大 突然间传短信给他太太 就说 爱你 不好意思 我要走了 他太太觉得古怪 立刻找丈夫 谁不知 就发现了丈夫已经堕楼身亡 这件事件会不会是 备受压抑 甚至乎 后面有些人 威逼 法官 这个就不知道 但是 对于 现在台湾媒体 觉得这件事件 一定是有点紧张的 会不会 这群诈骗集团 手遮天 伸出魔爪 可能要看看才知道 另外 也要看看在广东梅州 哇 一家出名的诊所 竟然帮人打假针 不是吧 如果 有些人就说 现在北上看医生的成热潮 那不行 这样 在广东梅州 轻零市 有一家很知名的诊所 被揭发 怀疑 帮人打假针 日前 轻零市卫生健康局的工作人员已经证实了解的消息 是 当地市场监督局 为 监局等多个部门 已经展开调查了 涉事的诊所 已经被人封了 网传消息看到了 出发人员在这个轻零市 叫做章桂宁诊所 里面是检查的 全部都封了 有居民透露涉事的诊所 帮病人打假的药 别人买真药 拿到诊所 就调包 哇 好像这些海鲜档 我明明拿着生猛海鲜来 为什么都煤了 这样的 这件事就不行了 随时打假药打死人的 当地卫生部门说 还需要调查一下 对于打假药这件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 都要调查完后才可以告诉大家 好 另外大家不想消费 也要继续留意一下 除了刚才说假药这些问题之外 很多朋友会上去打电话 真的要小心 因为有位女子 误堕假苹果维修站 手机 7000元 但要打电话14000元 这样 所以 这个世界无奇不有 一定总是要来找食 这件事件在武汉 这位黄女士就向媒体反映 她说简直不可思议 苹果手机 日前出现了黑屏 不能开机 于是她想百度附近 找一些官方的维修店 根据结果 去了明列前茅的网站 好了 网页立即彈出 中国苹果维修服务中心的对话框 而客服的头像也是苹果官方的logo 在客服引渡底下 她去了 武汉 江汉区解放大道688号 母商广场写字楼21楼 进行手机维修 殊不知她一去到这个现场 遇到价格刺客 在按着抢 怎样按着抢呢 一开始工作人员就说 你烧了 要弄回差不多2200元 她想着 这么贵? 照正了 10分钟后工作人员就说 你的手机晶片也坏了 如果你想恢复手机数据就要换 晶片 15元一个 一共有750个 蛤? 不是吧? 哇 在你烟瓶按着抢 好了 于是 就说 不如先弄一下 不可以再换身 接着工作人员 很快就变魔术 弄回好了 现在 从你全换身 一共维修费 14000多 她心想 不是 14000多 我的电话买了7000多元 有没有搞错 这样 你出声吧 我不要 我飞过去外面 然后我买过身 也没那么生气 对吧 好了 这个女孩 就说 我没有钱给 这样 于是 电方就说 不要紧 我没有钱给 又为价 六折 好了 接着 哇 六折也不行 于是她说 不行 不如列出价目表 让我看看 对方就说 你要付钱 我才可以 印一张单 她说 这样也行 这些是骗徒 这些 这样也有 这个世界的东西 整件事都好像 真的是诈骗的 好了 报警 我没有帮不了你 是你去找市场监督 报帮你 更加透露 这家店是惯犯的 对于这事件 这是官方的维修店 为什么 会怎样 拖壳得成这样 苹果证实 这家店不是我们的官方授权点 根本就是 要拿一些类似的名字 骗人 所以这些证实 他真可憐 所以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以為名字像是 先了解清楚 有時候有些事情 另外我們也要看看台灣方面 台灣這一宗 真是離譜到震 為了電視機遙控 竟然把父母殺死 這個五役仔真誇張 這件事件根據在台中市北團區發生的 他們的警察就這樣表示 在深夜的時間 在文宅裏面 有位36歲姓許的男子 就懷疑跟母親 相差看電視 發生衝突 然後生氣地拿把水果刀 插死他父母 嘩 不是吧 喂 你已經36歲了 蛤 就讓給家人看 怎麼回房子自己拿電話 拿電話看平板看電腦看也行 不用吧 那 根據當地的警察局長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兒子和母親因為遙控的問題 就口角 兒子衝到廚房 拿水果刀就插死了母親 父親因為在阻止 兒子行兇的行為時 亦被刺傷 嘩 真是... 父親重傷 母親不治 這樣也有 根據鄰居透露 當晚深夜聽到打鬥聲 聽到叮叮叮叮叮的聲音 就嚇倒了 鄰居就指出 父親就是鐵工廠的老闆 母親在油局上班 兒子十多年前發生車禍 身心受影響不順利 父母退休之後就給兒子錢 開咖啡店 智力更新 但是生意不太好 但是... 其實家劇人很疼愛他 但是不是太疼愛他呢 也是的 溫室裡面長大 但是有時候他的諸事不順 感覺上好像... 為何我特別不好 你爸媽疼得你 真是... 這些是孖寶 完全是孖寶 真是... 根據台灣警方說 會依直系血親專親屬的罪 去罰他 因為... 即是說直系家屬 如果殺害直系家屬 他們會判重一點 真是... 沒有啦 這些事情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彌補 另外也看看 出現了這件事 蕃茄 用蕃茄洗澡差點死 隨時大家都害怕 撕開蕃茄看看 在重慶有位女網民反映 她丈夫用蕃茄洗澡 洗澡的時候突然痛 為什麼呢? 好了 然後... 丈夫一開始以為 蕃茄裡面有些雜質 你也知道 有些人用蕃茄擦身的 擦一擦一擦一擦 不對勁啊 是損的 好了 然後丈夫用水喉 對著蕃茄不斷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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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發現裡面 竟然有些利器的物體 老婆打算撕開來看 丈夫又醒了 等等 不要住 免得有人說我們做搖 這樣了 好了 這是什麼呢? 他們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看 發現原來有一塊刀片在裡面 哇 恐怖了 考慣一下 如果你SS 收拾 一下如果你們在 divide 一下替光 當 recommendations 衝衝他 是啊 這麼恐怖 Nazi 那件事件 他們拒絕到消費者投訴熱線 這員工天斗 會更為保警處理 話說 這個荒茄他們在便利店買的 花費好費後發現有刀片 哇 真恐怖了 有什么利器的东西呢? 这个品牌叫书夫佳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的产品在出厂前 经过严格的品质检测 亦符合国家的相关法例规定 确保安全 但是现在有这一块的剪刀真的不行啊 对啊,挺恐怖啊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 人员说不要用了 不是,人员说插在手上 这样就好些了,不要不断插 拿着剪刀,不断插 插一插一插,原来有把刀在里面 哇,真是吓人了 好,另外也要看看这件事 真是精彩了 在医院 女医生帮你洗脚 去看电影 有人陪看,这么个人 什么事? 在湖南,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在湖南一间私人影院被踢爆 有这个美女助教的服务 这些所谓的助教 十八、九岁 十八、九岁做助教 他教你什么呢? 他说 除了陪你玩 除了陪你看电影之外 顾客还可以付钱 有些特别的要求 例如有些不同的情景 看电影的体验 我还没听过 这么吊诡 还可以更加指定 她穿什么衣服呢? 这些女孩子 厉害了 电影工作人员提及到 顾客如果买三个钟以上的服务 还能够抹锁 抹锁 真有了 真有料不是薯条 现在的电影院这么个人 所以 有人说这些 《青色霧边缘世海》 肯定看 呵呵呵 黑超特景祖失身系盲無 那些是这些电影 什么《色情保姆》《战鹰儿狗向西奔走》 你是不是看这些电影呢? 玩到这样的 工作人员说如果你设定一个街中 然后你们出去搞什么我不管 电影里面只是提供一些合法的服务 好了 根据另一间内地媒体的报道 这一类的私人影院有很多 说到陪你玩陪你看电影 但实质里面是有偿的色情陪带 简单点就卖出了 价钱由几十到几千不等 有报道引述一间私人影院工业人员的说法 他说具体的服务可以来尝试 电话我就不方便告诉你了 300元的助教和400元的助教身材背影 时间也不同 玩法也会升级 那里面有什么不同的玩法呢? 根据内地媒体的发现 有不同的 例如《甜新宝贝》 《初见倾心》 《玉丸花柔》 《深夜特惠》等等 他用这些标题再配上一张青春貌美的女孩照片 然后里面列出不同的价钱 以及助教的简单介绍 给你看 那就是选择女孩了 当然他不会这么明目张膽告诉你 他不是很色彩的 试过在抖音上有些博主 就去探路 用探路的遗名 是否真是实质玩意为实 看到一个很年轻的美女 穿着短裙型人 跟客人一起看电影 里面有免费的sqwapan饮品 更可以选择盖屁看片 但不会有些古怪的行为 有些是正气的 但有些是不正气的 有些什么不正气呢 里面如果升级的话就很厉害了 可以针针 拿球 这样的 更加讲到 只有顾客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哇 真的这样的 这个 好恐怖啊 所以你说陈出不穷啊 哎呀 又有看起来啦 迟迟又有玩什么呢 不知道玩真的 什么都可以玩 哎呀 西风日下 道德伦亡啊 然后也看一看 我也想不到 大家可能真的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我们广东人 广东人有一件事是很喜欢的 就是喝粮茶了 因为 无论什么日子都好 什么时候 做什么都好 总之你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只有两个问题而已 一是失业 一是上火 对吧 失业上火 通常有些人会喝粮茶去解决它 近期内地媒体发现了 经这个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的发布 就说 现在有些粮茶经营者 在制造粮茶过程当中 添加了一些化学物质 含有西药的成分 明明是粮茶是中国的 为什么你会变成维乐家世药呢 哎呀 这就不行了 举例子 讲笑 讲笑 你不知道 什么清热解毒 有些人说喝完那些 射 然后他就 呜呜呜呜 他分分钟做些 射肉给你吃一点点 哇 很棒啊 真的要呜呜呜 真是真是鼓励 这样也可以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神留神 另外 真是夸张 现在二污很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巴黎 奥运会 临近 被誉为世界工场 二污也是 有很多订单 现在大量工厂 在製造奖牌、奖杯等相关的商品 说到今年年初开始 陆陆续续接收到欧洲的订单 包括法国、德国、英国 哇 很厉害啊 那就好了 做生意就好了 不要经常说打架 另外 也踢爆一下 现在又有另外一些内地商户的黑店 不要只说香港那些劏贺 内地也有劏贺 究竟怎样劏贺呢 吓死你了 因为有网友在武汉江汉暴行街买雪花酥 竟然遇到黑店 竟然五块的雪花酥 买单 接近七百港元 这么贵? 五块水的雪花酥 伤金吗? 这位网友在爆料的情况下 我们先看看吧 他说那些亲戚 去到武汉玩一行十一人 逃经江汉路暴行街一风情騷 的店铺门口 有人卖东西 说来吃吧,很好吃的 于是进去了,挺好吃的 想着买一些雪花酥给小孩子吃 由于雪花酥一块一块放在这里 就问他多钱啊 店员很古古惑 一开始说五块一块 转过头又说一块五块 为什么说得古古怪怪的呢? 但是大伯就想着买五块 五块一块 一边切,一边在这里分 一边引导亲戚买一些精致包装 经过多次引导大伯拒绝之后 将一些切好的雪花酥交给另一个店员磅 磅磅完之后就没有说多少钱 大伯就说,刚才问你,你说五块一块 我买五块就二十五块 好 好,谁不知呢? 一扫过车就被人扫了六百多元 哇,呆了 那跟那些切饼 切饼刺客有什么分别呢? 好了 接着,家人就说 哇,你这样的,六百多元 你死了 那别人就要他退钱 商家就说不行 顶咚退一半而已 后来越整越多人 大家会吵 迫于压力才能够退完整个款行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有其他游客也试过给这些相同手法屈肌 根本没有说过是十二个八一块 一斤还是一两的 那买单之后才知道是天价 那原来 根据了解,市场监管局了解 这个雪花酥标价是十二个八 五十个gram 那又是香港那一块 十块 那你以为那些东松下草 芯片那些 你以为十块两 原来是十块钱 那些玩的,那些困惑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出事的 所以现在当局就封了他 所以大家买东西真的要小心 看清了眼睛 真的看清了 对呀,你不要让他... 如果你看他说话有点蛊蛊蛊蛊 五元呀,五元 五元是怎么算呢? 五元九? 五元筋? 五元钱? 你问清楚他很蛊蛊 一会又说是屎根 他很多的 然后告诉你原来又不是那个筋 又不是这个筋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屎根 另外也看看 这个男士你真是过瘾了 什么事呢? 话说 这个四十五岁的姓楼的男子 入住了安庆岳西一间崩馆 在安徽 半夜起床 不知道是柯大还是柯小 应该是柯大了 因为没有切子用 好了 于是便打到前台 凌晨 全都关心 可能前台也在睡觉 好了 于是他打来打去 大哥夹着尾巴 大哥帮帮手 火遮眼急 他在情急之下 立即打电话报警 向警方求救 救命啊 我没有接签文啊 好了 但是警方就说 喂 阿香 我们是警方热线 紧急电话啊 你打回去前台宾馆 找人拿切子给你吧 你不要再打来 但是 这位阿香 竟然不管 前后狂轰 这个报警热线 要求警员 递切子给他 解决他 没有切子用这个问题 甚至串到 你够僵的 你就来罚我吧 好 而公安局立即派警员到场了解 就发现了 旅馆工作人员 已经按指示 把刺子送到他房间门口 房客看到警察抵捕之后 就拒绝离开 最离谱的时候 就说他床头柜上也有刺子 他不知道抽了哪条筋 那就对了 他应该是屎花痕 找人帮你处理一下他 抓他回警察 这世界都无奇不有 今集时间就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